嗨 大家好 今天六四 三十周年了 好 跟你說一談 現在就是星期二 六點二十一分 差不多了 放谷 小曼谷這裡收到最新消息 獨家消息 厲害了 大概賣了差不多三千萬 二九八零萬左右 看看基本資料 好 現在就站在九龍城 完全都是因為收購元素 你看看這個位置 如果不是因為博收購 不值這個價格 如果不是因為博收購 我覺得二千萬宗 因為始終這裡靜 現在我站在九龍城岩前朗 看著這個小曼谷 我讀些基本資料看看 岩前朗道一號A 地下 說見面積一千尺 門闊十六尺 深六十一尺 哇 幾十萬 說可以試三千零五十萬 說五萬五千元租金 五萬五千元租金的時候 買三千萬 你計計利數回報一兩厘 就很低了 租約到2020年左右 就不可以買公司 連鎖租客 部分位置 什麼樓梯部分位置 這個位置 你看看 為什麼這一輪的時候 每次都說博收購 我都研究過這裡 旁邊好像波叔買了 怎麼去收購 但問題就是 大吉利是 如果夾住這塊 如果收不到 就站在那裡 但就很薄 因為現實地有三千萬 很重的一個收購元素 因為這一節 岩前朗道的時候 你知道就比較吊腳 進來就比較少 但就靜一點 那邊 你知道那邊就是後黃島 那邊就是後黃島 那邊就是南角島 所以這個位置的時候 如果不是因為收購 這樣的人流 在九龍城這裡 我就覺得 二千三四五萬左右 但是 其實這裡不好 就是要轉進來 在郵太子道那裡 轉進來 不可以直接進來這裡 比較吊腳 但這裡又在馬會對面 都可以的 但博一下 博收購 都可以的 你就收住租 連鎖租客 穩定租金收入 這次回報低一點 博收夠 博不博得到就很難說 所以就 好啦 你得到我的資質了 這裡收到最新消息了 是真的 你看到那個圖籍的時候 連馬的樓梯位 就門闊十六尺左右 門計樓梯的時候 大概十四尺左右 縮了兩尺 心都挺深的 不過後面有一個很大的壓圍 所以就 好啦 就這麼多了 你看完這裡 在馬會對面算不錯 各位賣家 希望能夠博得到 最終博不博到的時候 Nobody knows 我看到我都曾經還過價 但是太薄費了 你知道我做辛苦 已經不可以太過薄 這樣就算了 好 但是各位賣家 這個東西是OK的 給他博得到的時候 就賺大錢了 至少博得到四五千萬 但博不到就Nobody 各位賣家 各位賣家 各位賣家